现在看来 我一时有成为世界两将的前置 却无这种可能 看了郭宝坤才知道原来庆余年里的选角竟然都是顶配 剧中饰演郭宝坤的演员贾景辉不仅是国家一级演员 而且人家常年表演话剧拿奖拿到手软 这么有才的人要格式郭宝坤 你能信吗 你还敢小瞧我 贾景辉从上戏毕业后就一直在话剧界磨练自己的演技 演了接近十年的时间 他终于有了接触银评的机会 他的第一部剧就是在《离婚律师》里面 饰演赴黑男潘小刚 毕竟是配角 贾景辉没能一战成名 后面他也出演过不少剧 但播出后都没能掀起水花 直到五年前的那部《庆余年》 他饰演的郭宝坤 前期嚣张跋扈 副家公子的张扬形象刚让观众觉得有点讨厌 很快就被范贤压制的样子实在有点好笑 处处吹牛却处处吃瘪 郭宝坤想看范贤倒霉 结果被抓住把柄 直接老爹都被绊倒了 这个角色特别之处就在于 他恰到好处地 哄托了主角的剧情发展 但是却演出了自己的人物特色 比如他的无知浅薄张扬 后面却肯低声下气求救 贾景辉演出了这个角色前后的反差 让观众们能体会到 这个人物从一个霸宝男 最后勇敢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成长 虽然是反派 但人物本身没那么讨厌 后面也成功转型搞笑男 加上贾景辉优越的演技 把这个人物把控得非常精准 才让观众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角色 事业上兢兢业业 生活中贾景辉也选择了 普通人的普通路 毕业没几年就认识了 圈内女友很快结婚了 入行十几年 贾景辉零绯闻 除了工作就是回家陪伴家人 五年后贾景辉迎来了 千亿年二 这回郭宝坤顺利转型 不仅是范贤麾下的助手 更是剧中的搞笑担当 这么些年了 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 平常工作看天打游 抽空出门带着暗探聚餐 严冰云死也不肯说出的名单 愣是让他全部暴露 恨不得送给敌人一网打尽 把好好的谍报中心变成了大使馆 他以为自己成功潜伏 结果在敌人人尽皆知 郭宝坤是人才 千万得留住 可别换个聪明的来 他认为自己能力突出 我潜伏至今 毫无破绽 可父亲 北齐 这是要亡了 咱就是说 侄子还是莫若富啊 不过别看郭宝坤干啥啥不行 可他真的很善良 第一季里他找人暗杀范贤 那帮退伍老兵手拿镰刀擀面杖 一开始以为不靠谱 可真上的时候 他们一点也不畏惧 老兵们惨死在自己国人刀下 郭宝坤却没忘了他们 第二季里 范思哲要带他回国 他收拾的行李不是金银细软 而是那帮老兵们的遗物 而且他为了陪伴父亲 甘愿住在监察院的地牢里 所以郭宝坤或许没有良将之才 但却有良将之德 青雲年最神的就是 他虽然是一部大男主剧 但里面的每一个配角 形象都非常饱满 正因为导演这么会选角 才不会辜负观众们 对青雲年的期待